大家好,我是简单雪儿 这次不开车阿里山两天一夜 下击,终于出路咯 带你从阿里山玩到驾翼火车站 我们出发,go go! 上一集的行程都是阿里山必看必去的景点 我们搭了阿里山小火车 走进森林欣赏阿里山著名的自然景观 还有不能错过的夕阳和星空 如果还没看的,可以参考上一集哦 首先和大家介绍第二天安排什么行程 有人生必做清单的阿里山日出 走一次就能收集五种景观的爬山小景 以及在嘉义火车站附近必逛的景点 对了,如果你想参考我的行程 要记得截这张画面哦 那第二天主要的交通工具是 电动游园车、阿里山小火车以及台湾好行 本集最后呢,还会分享我旅游规划必用的APP 以及如何得到比较便宜的高铁票 你要看到最后哦 第一站我走自己安排的日出路线 不但能轻松看到超美的日出 沿途散步的风景也很漂亮 最后还能体验搭乘阿里山的小火车哦 看日出的地方我选择是有360度环山景的小立元平台 不过要先坐车到驻山车站 才能步行到小立元平台哦 那我这次是选择搭乘电动游园车到驻山车站 再步行15分钟到小立元平台 提醒一下,如果要搭电动游园车的话 必须前一天下午4点半前 在阿里山游客中心旁的电动游园车售票口 购买日出的专车车票哦 先说明一下 在阿里山园区有两种交通工具可以看日出 第一种是小火车 以前可以直达驻山站 但是现在维修中只能在顿月高站下车 要再步行20分钟才会到驻山站 如果你体力不够的话 可以选择在对月高车站的旁边 观日评看日出哦 第二种是游园车 它跟小火车不一样 可以直达驻山站 省去步行20分钟的时间 我二话不说 当然是选游园车咯 来到驻山车站 可以先来吃热腾腾的早餐 有很多选择 不用怕看日出饿肚肚子哦 不知道是不是心情很期待看到日出 食物吃起来都觉得特别美味哦 接着就可以来到前一天观星行程 也有经过的高山植物园 来这就是要上厕所啦 若有时间也可以去一楼逛逛 里面可以看到利用不同植物图像 结合台湾茶叶文化 创造出台湾样貌的艺术展览哦 上完厕所看完展览 门口旁的天空飘着淡淡的云彩 好期待接下来的日出哦 一走上小丽园平台如果天气好的话 可以看到以前自然课本出现的台湾山脉 像是见到电视上的明星一样兴奋耶 前一天就有到处向安里山园区的工作人员 打听日出的可能性 不幸的是大家都说最近只看到云层没有日出 只好抱着期待又怕受伤害的心情等待日出咯 等到最后终于让我等到日出啦 虽然云层还是很厚 不过呢这样的日出还是很漂亮的啦 现在呢要步行到对月高车站搭小火车回阿里山站 走在阳光洒下的道路真的好疗愈 对了走回去的路上眼睛记得要真亮 有机会会看到国宝地质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妈在这里大叫一声 快来看 结果一群游客蜂拥而上的跑了过去 殊不知那是蓝色的垃圾桶 一边走一边欣赏沿途风景 快要到对月高车站的人行道是最佳拍照点 要不是我要冲去搭末班车 不然我一定会在这停留拍很多照片 所以提醒一下走去对月高车站之前呢 可以先确认小火车日出的末班车时间 我们可以上阿里山的林业铁路官网查询哦 最后给你一点小建议 想在阿里山园区内看日出的 前一天晚上可以选择园区内的旅馆或饭店 这样才能多睡一点哦 再来如果你要购买电动永元车的日出专车车票 要记得前一天下午4点半前就要购买哦 还有要记得查看阿里山的气温 留意身体的保暖哦 下一站就是需要满满体力的行程 所以出发前呢 我们有去吃饭店提供的早餐 退房后就赶着去搭9点10分的台湾好行 前往戏顶站 沿途我很认真的看窗外 想和昨天一样巧遇台湾迷猴 很可惜什么都没看到 但是窗外的风景好美 让我也舍不得闭眼睛睡觉 我们要在矽顶站下车 就是在矽顶国小路口旁边的地方下车哦 让我们沿着这条路继续走 带着你们一起寻找网路推荐的小景 会先经过一家加油站 那路口就在加油站附近 那条小径好像也是一条产业道路 爬山的坡度稍微抖一点 偶尔会有车辆经过 要留意安全哦 接着我们就开始爬山咯 一边爬一边回头 会被这一片眼前蓝天白云 粉嫩樱花的风景煞到 好想一直停留在这一刻哦 大概在这个高度的时候 我的旅伴开始觉得天气好热 背包好重 好想要有人载他哦 说时迟大事快 一台乡行车 缓缓的从我们旁边经过 旅伴不禁期盼着 他能够停下来问我们一句 要载你们上去吗 可惜的是那台乡行车 没有停下来就开走了 过了一阵子呢 又遇到同一台乡行车 准备下山 这时他开了窗户说 加油加油哦 旅伴崩溃的说 这么亲切 早知道刚刚就伸手拦车了 接着努力的一直往上爬 就会看到各种的茶田哦 不管用什么角度拍 都好像在拍台湾茶田的纪录片 或是什么差音广告 走着走着 会遇到一个指标说 可以走这一条路径 就不用绕产业道路上去 此时平常没有在运动的我们 已经快没有体力了 心里想着 走这条捷径 虽然超级无敌斗的感觉 但是比较快到耶 当然是选他咯 穿越过竹林 再走一阵子 就到了二岩屏观云平台 很幸运的我们没有遇到了白墙 来这边的人大多都是来拍夕阳跟云海 但因为行程的安排 我觉得蓝天白云配上高耸亭力的山脉 也是很棒的景色哦 爬完戏顶小径 有三点我想提醒大家 因为没开车 附近又没有寄放行李 所以行李都必须背在身上 在爬山过程中 若行李太重就不适合来这里哦 那再来我觉得这条小径对平常没有运动的人来说会有点吃力 如果有带长辈的朋友建议不要走最后一段的竹林捷径 可以一样走产业道路绕上去哦 最后就是流汗过后要记得补充水分 二盐平关云平台呢 有不少的座位 可以在这吹风 吃点饼干 来一场小小的野餐哦 接着原路走下去来到了矽顶站附近的云铺茶站 这家餐厅是用原木色系来打造 一整面的玻璃窗能清楚看到美丽的山景哦 我们点了云铺奶茶以及甜点 奶茶的茶香香味很足 推荐可以来喝喝看 甜点吃起来略显普通可以不点 当天还有询问餐厅人员来细顶看云海的时间点 他建议通常是秋天跟下雨过后比较有机会 他说如果想看云海的话 可以上YouTube搜寻二盐平步道 就会有4K的实况转播 那住在嘉义的人都会看实况转播 上山赏云海哦 提供大家参考 接着就走回刚刚下车的系顶站 搭台湾好心下山咯 可以在餐厅室前开手机查询 台湾好心的公车及时动态 接下来前往嘉义火车站周边景点咯 一到嘉义火车站记得去寄放行李 因为接下来也是步行的行程哦 使用嘉义火车站内的置物柜 一定要注意这里不找零 一开始要先投30元 结果我投了50元才看到旁边写着 不找零的字眼哦 接着走到了有名的零聪明砂锅鱼头 觉得砂锅菜吃起来偏甜 必点鸡肉饭 我觉得好吃 烫蛋乳肉饭呢 没有咸香的味道可以不点 凉拌卤笋吃起来很嫩 但是它量比较少 价格偏高 尚可接受的范围 整体评分呢 给它4颗星 再来慢慢散步到了快艺生活村 我觉得这里是日式建筑风格的文创园区 是用阿里山块木打造的日式观色古籍 来这里走走拍照是我的目的 园区太大了 可能至少要1到2个小时才能逛完 但我接下来还有其他行程安排 所以这里大概只停留了30分钟哦 走去下一个景点的路上 可以看到人行道的围墙 还有公车站牌都有特殊的设计哦 接下来就是来到了 阿里山森林铁路车库园区 在这里可以跟不会动的小火车牌照 在阿里山火车站拍不够的 可以来这里拍哦 最后就是走到了森林之歌 以神木与阿里山火车铁轨为异象设计 一走进森林之歌 有种时光穿越的感觉哦 用不同的角度搭配着夕阳光影 真的好漂亮 推荐你来走走哦 逛完嘉义火车站周边后 就要准备回家咯 森林之歌旁秀泰门口正对面 就有台湾好行的公车站牌 可以坐公车回嘉义火车站 因为从森林之歌走回嘉义火车站的话 大概要20分钟才会到 实在是太累了 到嘉义火车站后 要从后站步行到转运中心哦 在转运中心搭BRT去嘉义高铁前 我们上车的时候可以跟公车司机出事 你有买高铁票就可以免费哦 如果你想查询BRT的即时动态 也可以下载手机的APP哦 最后就是要和大家分享我 规划旅游的好帮手 FUNNY DAY 跟Google Map一样呢 可以规划路线 但不一样的是 它的界面简单 操作直觉 粉红色配色也很好看哦 如果对行程规划没有头绪的话 可以在上面参考别人的行程哦 而且可以同时联动多个平台 包含Google Map的导航 公平的订房等等 还有其他的功能 例如可以做租车 还有租借Wi-Fi信卡的功能哦 还可以作为旅游日记使用哦 这次主要是介绍阿里山的行程 之后会出更详细的介绍影片哦 再来这次我旅游规划 第二个工具是Klook平台 我大多都是购买电子门票 一来是环保 二来是底 现场门票便宜哦 那在平台上有消费都能给予评价 有时候买门票都会参考评价 看是不是真的很好玩 除了买门票也能在上面寻找优惠的住宿 租车、餐厅活动等 可以上去探索看看哦 我这次就是使用Klook平台的高铁过滤年票方案 因为我错过了高铁官网最优惠的六五折早鸟票 不过方案必须搭配指定的门票 有很多选择 刚好阿里山国家森林园区门票也是指定门票之一 记得规划旅游时可以上Klook查询看看哦 阿里山两天一夜的第二天行程介绍结束了哦 本集行程我完成了人生清单 在阿里山看日出 遇见了不同颜色的云彩 一望无尽的插天 还有台湾版的小蓝山竹林 以及玩遍了嘉义火车站的周边景点哦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帮我按喜欢 订阅加小铃铛就可以追踪下一集的影片哦 也欢迎留言和我分享 你的阿里山行程是怎么安排的吧 大家拜拜 我们下次见